好的 接下來我們以這個底圖 剛剛不是把它疊在下面了嗎 那我們就真的要來見這個正六邊形對不對 正六邊形來這邊 1 2 3 4 但你可以用指令啦 正六邊形這裡 正多邊形 正多邊形 這裡喔 下面正多邊形 這裡 我按一下正多邊形 從最右下方這邊A 按一下 然後B這邊按一下 他說那到底有幾個頂點 六個頂點按確認 你看他就直接就疊上了 就是我們疊上去啦 那等一下這個 等到弄好以後這個圖形有沒有 我們再去怎樣 讓它變這個不見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再讓它變不見 好 那這樣子好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瞄這個 瞄這個這個這個線 要瞄這個線 好 那瞄這個線怎麼瞄呢 來在這裡喔 我們從這數下來就用內點或邊點 不是新點喔 是內點或邊點 去把這幾個 這個這個 點描出來 好 那我依序 逆時針好了好不好 我就逆時針好 你看按一下 這個邊點或內點 好 先從這裡 OK 這個點 OK 再來這個點 再來這個點 好 有沒有 點 點仔細一點 在這個點 好 這樣我不是瞄了這幾個點嗎 對不對 OK OK 好 再來 好 再來就在這一塊 這塊這塊 好 OK 再來 這個點 有沒有 這個點 這個點 好 這個點 好 然後 這個點 這樣 好 OK 再來繼續喔 這邊已經有A了對不對 A不要 好 那這裡 這裡 有沒有 好 這裡 就是把這個點點都瞄出來 好 這要做 要做苦工 好 OK 好 再來這裡 已經有了對不對 好 這裡 好 OK 這裡 好 這裡 好 這裡 照順序喔 照順序喔 你沒有照順序 等一下畫起來會怪怪的 好 這樣 OK OK 好 OK 這個 剛剛這裡 好像有一點不太準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不太準 按回覆 好 OK 再一次再一次 好 這裡 在這個邊上 好 這個點這邊 對 好 OK 好 再來這裡 好 已經有了 好 再來這裡 好 OK 再來這裡 好 再來這裡 好 你看我都照順序 這裡 好 這樣 好 OK 好 再來 剛剛已經有這個D了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這裡 好 那請你去把它 一個一個秒好來喔 OK 好 這是最難的部分啦 好 OK 這如果秒好來 等一下就結束 就很 就很方便了 好 OK 那這一支影片先到這裡 請你去把這個內點 秒好來喔